那是因为你很幸运你才有选择权 不然有些人连选择都没有办法选择 深思熟虑害怕伤到人 或害怕做错决定 或者是害怕这件事情不如意 你想讨好这个宇宙或天使或真神阿拉 都会发生一个事件 让你来承担这些责任 这个外在的环境 给你的这种捆绑限制受限 会持续一直到第三个月份左右 你的考验就是你的欲望 也很希望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喘口气一下 如果它是你的考验 象征的就是失控 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会越演越累 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中间过程当中 该思考该分析该筛选该深思熟虑 什么样的东西是你渴望的 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这样子你就不会再次感到恐惧 哈喽牡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你们的 牡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 技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然后我们今天一样 会先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 技能量运势排卡解读的整体架构 首先我们技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所以如果也不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 看到这一个影片的话 要麻烦你前后推敲三个月 或以你看到的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 好吗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流程会进入到上半场跟下半场 上半场的部分我们会来进行本季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包含各个月份的能量场的现状以及细节 以及每个月呢 你可能呢要来学习的实际人生课题 那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 那下半场的延伸排卡解读呢 我们会来使用宇宙验证排卡 那验证呢 就是我们在上半场所说明的这些能量场上面的细节 然后并且解说这些真结点跟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呢我们就会来进行每个月份 如果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 有哪些实际的解决步骤跟方法 以及每个月份呢 你可能会遇到的这个内在跟外在的一些考验 还有在每个月份守护天使有什么样的幸运小贴士 要来告诉你 OK 那最后呢我们就会用大家最喜欢的天使以及宇宙传讯的部分 透过传讯者我用口说传递的方式来告诉你他们想要让你知道的信息 OK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准备进入到这次你的智能量运势排卡节读啦 首先呢 这三组能量排卡 等一下我在解说的时候 我会采用第一个月跟第二个月跟第三个月的说法 并不代表这是一月份到三月份 很多人说 这一月到三月份 我看的时候已经五月份六月份了 OK 这是指这一季能量场当中的第一个月份 第二个月份跟第三个月份 好吗 那这张牌卡是你整个季度的能量场的主轴 以及呢 这个呢 你目前看到的是你的王牌底牌 意思就是在这个季度过程当中 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 你想要一些惬意 你的王牌底牌会给你一些 就是觉得比较清晰的方向 那五阳座你很特别 你有两张王牌哦 OK好 那接下来就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好吧 请消货哦 OK 母羊中的朋友们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 OK好行 我个人会感觉呢 母羊中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要很慎重的去思考你所面临的这些状况 好吧 就是说你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做决定啦 做选择啦 或者是你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啦 一定要能够深思熟虑 OK好我觉得这个是你的祖宗 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细节 OK首先呢 在第一个月份的过程当中 这个季度的第一个月份 好 好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母羊中的朋友们 我要进入你的能量场的时候 我就开始咳嗽哦 但是我刚刚在准备录你的影片之前 我一整天都没有咳嗽 OK好 我一整天都没有咳嗽 我觉得很奇怪 我总觉得某部分的人 你们这个母羊中的朋友们 可能是小众的讯息 就是呢 我觉得你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非常有可能 你必须要练习 把你自己的这个喉咙去打开 比如说说出你想说的话 然后呢 去跟别人分享你想分享的理念 或者是说呢 比如说你有些话 其实你一直埋藏在心里 没有说 你要尝试能够去把它表达出来 或者是这一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很大量的 运用口说的这个东西 好吧 OK好 可能是比如说 你要演讲啦 表演啦 然后或者是 去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需要有很多口说的这个状态 好吧 好 那我们回来到你的能量场这边 首先呢 你在第一个月份呢 冲到的是全帐八保健七 然后还有这个圣杯试者 OK好 我刚才会感觉呢 这几张牌卡 在你的第一个月份来说 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 某部分的这个牡羊座的朋友们 如果假设 假设哦 你现在可能 因为我总觉得 你这个选择的这个能量场 一直在里面很重 这边是四肢权杖 这边是四肢权杖 象征的就是四加四 等于八权杖八 然后你可以注意看到 这两个人 好像就是像那种 你们应该有看过马戏团吧 就一个人荡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接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人荡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接下来 这样子 OK好 我总觉得呢 你好像会周旋在什么跟什么之间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可能跨个部门合作 你会周旋在你自己的部门 跟另外一个部门之间 或者是比如说 你可能是有关系 你可能周旋在这个对象 跟那个对象之间 OK好 但是呢 这两边呢 其实我觉得 你本身都想要让他们很稳固 或者是这两个东西 其实是有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我怎么形容会比较容易让你理解 因为有些时候 有些能量场 只能意会不能言穿 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假设好了 比如说 你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对象 OK好 然后这两边的这个对象的 这个跟你的关系 都是很稳固的 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 来去来去 OK好 然后这个保健期的这个状态呢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呢 目前现今这段这个状况呢 有一点像是 怎么说呢 你必须要能够保持着一个 为了让这两边都可以稳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去做一些需要做的事 例如说假设 跟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安抚他 跟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满足他 OK好 我只是举例啊 就有点像说 你必须要为了这双方两边去巩固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出必须要的行动 或者是付出 或者是比如说 你一边在读书 一边在工作 那你要身兼这个打工跟读书的时候 两边你都要很认真工作 也要很认真读书 就是你要去付出这些东西 OK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必须要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去问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不顾好的话 其实呢 会有点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可能某种心态是觉得很想从这个状况离开 但是另外一种心态又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这中间摆盗 OK 那这个保健器戴着这个面具的这个人 就有点像是说 既然现在天下太平 无事 那我就先这样将就吧 我就先这样子吧 或者是就先这样子 让之前事情起码 没有任何的波动 这样来的好 OK 但其实为什么会说 你有一部分其实想要逃离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重 你就会觉得那我休学吧 我就专心工作先赚钱吧 或者是你觉得说 哎呀 那个工作压力太大了 然后我还要读书又要考试 那不然这样先不要工作吧 所以你心里其实偶尔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 你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实质 离开或选择的这个动作 OK 你还是周旋在其中 然后呢 某部分的这个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我会觉得 如果假设你这个是牵涉到人的 就比如说 你的猪丸跟你的同事 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两个另外一半 OK 我觉得某部分来说 你有点像是夹在中间搓汤圆 或者是戴着一个面具 有点像是说 嗯 这面对他的时候 你可能是这样的态度 面对他的时候 你可能是另外一个态度 OK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好像要扮演很多角色 又要做很多事 又要达到一个平衡的过程当中 你来到这边 有一个圣杯适者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圣杯适者 有两个头 一下要看左边 一下要看右边 一下要顾左边 一下要顾右边 OK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有一个圣杯 但是你要兼顾左右 这样子 我觉得这对你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吃力的 OK 有一点吃力的 OK 好 那接下来 来到这个现阶段的 这个第二个能量场 我们要走进去的第二个能量场 就是第二个月 OK 我觉得在第二个月的过程当中 你冲到的是一个保健女王 冲到的是一个保健二 还有一个保健一 这加起来 其实是保健四 OK 那这个保健四呢 非常有趣的 就是你手上抱的这个保健四 那你另外三支保健四在这里 OK 好 然后呢 你注意看到 你是四支保健向上 三支保健向下 这个在第一个月份的能量场 让我有一种感觉是 你不想思考 因为你不想让任何人伤心 你不想要去处理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说第一个月 你还会周旋在这里 但是第二个月 来到保健四了 就代表说 你已经在思考了 OK 就是说 你要深思熟虑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OK 好 因为呢 这个保健女王呢 跟这个保健一 你注意看哦 这个一个女生是背对我们 一个女生是朝向我们 一个人是拿着两支保健 然后正对着我们 OK 这个我解释给你听 如果假设 这个是工作 这个是学业 或者是这个是你A伴侣 这个是你B伴侣 或者是主管 或者是同事 其中呢 你知道说 你之所以为什么 没有办法难以选择 这个保健的就是说 难以选择 因为第一 你看哦 这个人先蒙着眼睛 然后接下来又蒙着眼睛 戴着面具 蒙着眼睛 像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周旋在其中 这样的状况之中 你是有难处的 然后你也不想要看见 这种 就是怎么讲话 如果你把这个保健拿起来 你选择这个 势必有一个人要离开 OK 那相对的 这件事情 如果揭露出来 可能会有一个人受伤 所以 当这三支保健 向上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呢 你在思考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杀伤力减到最少 可是 不管你怎么去想 你都会觉得说 有一支保健要向下 保健向下的意思 就有点像是人头落地 就是我要做这个决定 我要做这个取舍 我要做这个分割 我要说出这个真相 或者是我要站在哪一方 OK 所以这个深思熟虑 在周旋 在其中的这个能量场合 在你二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蛮考验的 你一些 怎么讲 我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状况 有一点复杂 但是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 我只感觉到 这个能量场很复杂 不是说什么 我这样就跟他分手吧 我就跟这个人在一起吧 或者是我就离开这个职场吧 我就好好念书吧 不是这么简单的 OK 我总感觉你的状况 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我举的例子比较简单 OK 所以第二个月份 我觉得你会来思考这些东西 你也想把杀伤力降到最小 但是你又觉得人头落地 好像有点太凶狠了 然后可能又有一个人要离开 可能要放弃其中一个东西 OK 所以来到三月份的时候 你第三个月份 你抽到是圣杯七 抽到是圣杯四 然后抽到的是钱币十 OK 我先跟你 对不起 钱币二 我先跟你讲解这两张牌卡 这两张牌卡 象征的是圣杯七加圣杯四 象征的就是圣杯一 OK 你先看 这边有圣杯七加这个三个圣杯 其实这几个圣杯 加起来就是圣杯十 OK 但是呢 这个圣杯三呢 是有一个人头在这里的 OK 那有一个人定这个圣杯过来 OK 那我个人会感觉 来到第三个月份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在这个周旋 圣杯七象征的意思 就是说 想过了很多方法 模拟了很多情境 或者是比如说 有很多种做法等等之类的 你已经在这个第三个月份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会为了 要怎么说呢 你会为了 我要怎么讲 为了让 我要怎么形容 你这一次的解牌 我很难解 你看 为什么 因为你的能量场 让我觉得好多东西纠缠在一起 你注意看 这边还有很多脸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你考虑了好多面向 好多方法 好多做法 好多这种情境之后 其实你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够方方面面 都能够做得很漂亮 我觉得比较难 OK 特别是呢 你注意看 在这边 你已经把你的头剖开了 你已经想破头了 你懂我意思吗 OK 你已经想破头了 然后呢 你注意看 这边有一个圣杯衣 送进来 这个圣杯衣 有点像是这样子 OK 就是你原本的这个圣杯衣 你要瞻前顾后 看左看右 OK 然后呢 我会认为呢 其实你在做选择 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就是说 其中 就是我们讲 我们就讲AB代表 不管那个身份是什么事情 状况是什么条件 所以说 其中一个A 它会让你有一种认为 就是说 我跟他在一起 是很开心 很快乐 有成就感 或很满足感的 另外一个 跟你在一起的B 你会觉得说 有些时候 会有很多的面向 让你觉得 可能有点压杂 会有点复杂 或者是 比如说 你要能够去 怎么讲 去做出一个 比较费力的 一个扶持 这个选项 才能够留在那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两个人 各自有他们的好坏 或这两个条件 各自有他的好坏 就比如说 这个人 他可能比较木讷 但这个人 他比较活泼 他们各自可以提供 给你不同的价值 或者是比如说 在工作当中 他可以给你金钱 在学业当中 他可以给你一些 比如说 头衔 所以他各有利弊 所以你都不容易放弃 所以这个善非一样 我个人会感觉 来到这个第三个月份 其实你还是没有做出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是必须要深思熟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度 你应该暂时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明快的选择 但是这个想法已经开始悄悄的 有点像是已经不能掩盖了 我会这么说 所以这两个人 AB有什么样的利益 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坏处 我觉得是你在思考的 但是你终究要选择 把你的圣杯给这个 可能会让你满足感比较多 或比较高 或比较快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容易 那这个钱必要在这里 这个钱必要其实象征 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两个穿一样的衣服的 保健二跟钱必二 象征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周旋在其中 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抉择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都各自有好坏 所以整个季度能量场 你抽到这张牌卡是权杖石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这个权杖石的能量场 就是这个季度 有一点像 有点像说这个选择 或者是某部分极小众的 母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 你遇到的这个AB这个选项 会给你施加压力 就是说你要嘛做一个抉择 你要嘛做一个决定 所以相对的 你也在这里 承受的权杖石的责任 然后你也会去看清楚 因为你看到 这是一个女生拿着一个镜子 你有点像是去看清楚 如果我这一步路没有走好 要嘛就是一个活生争的人 要嘛就变成一个骷髅头 所以我才会说 你的这个选择很诡异 我要进去那个能量场 但我有点被挡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揭露的 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母羊座 跟白羊座的朋友们讲一下 有些时候有一些讯息 之所以不能揭露 必须让你亲身去经历的原因 就是在这 因为如果我把一些东西揭露了 出来的话 那就会坏了 这个你的生命当中 应该要去学习这个课题的安排 所以呢 这有点像是说 你要嘛成功 不然就成人 所以这个权杖石里面 有一个活人跟一个死掉的人 就有点像说 这个东西是给你巨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思考 在这个周旋 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并不容易 好吗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每个月份 你有哪些需要学习的 实际人生课题 好吧 OK 难怪你的这个王牌会有两张 我刚刚就觉得很奇怪 我抽所有的星座呢 都是一张 你就偏偏是两张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 巧合跟含义存在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每个月份 你实际要学习的人生课题 那当然遇到这些人生课题 我们会在下半场 延伸牌卡解读的时候 有语声验证牌卡 来更详细说明其中的一些细节 以及验证我所说的这些内容 还有呢 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步骤跟方法呢 还有以及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 内外赛的考验 我们也会在下半场 的延伸牌卡解读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揭露 好吧 那当然我们也有安排 这个天时跟宇宙 要给你的幸运小贴士 看看有什么样的幸运小 可以让你在这个季度过程当中 比较容易过关 好吧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注意看 这个是一个圣杯期 在你这个第一个月份的能量场 OK 那其实呢 你的圣杯期 在这个第三个月份的能量场 也有出现 OK 那这张牌卡 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在 你第一个月份 你要学习的课题 你注意看哦 这边呢 你有沒有发现 又是这个人拿着一个圣杯 下面是六个圣杯 OK 这个圣杯跟这个圣杯 还有这个圣杯 你有沒有发现 这加起来 其实就是这三个圣杯 OK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可能不能在等待 或必须要抉择的时间 他可能悄悄的 即将在下一季 要到来了 所以这一季 有点像是 让你去做一个准备 那这个圣杯六呢 在现阶段的第一个月能量场 就我们现在正在解读 这个能量场 这圣杯六 其实有点像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 在这个月 你要实际学习的课题 就是说 你不能用过去的一切 来为现在跟未来 去做一个决定 这就是你要学习的课题 比如说 假设这AB 对你都有恩 比如说一个是你的恩师 那比如说 另外一个是你的 师兄或师弟 等等之类随便 就是说 两边呢 其实都对你有恩 或者是对你有情 但是 你会因为这些情啊 或者是这些恩啊 反而把你拽下来 你原本要升空的 但是他们会 变成是你的负担 拽下来在这里 所以这个月份 你要克服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要很实际 现实的去看待 这些东西 而不是让这些情啊 恩啊 感情啊 情绪啊 什么东西 然后去影响了 你去做这个判断 跟这个决定 OK 那第二个月份呢 你要来学习的 人生的实际客气 这张牌卡叫做Herafin OK 这Herafin是有一个人 他这个木乃伊 像是从棺材这样跳出来 OK 旁边有一个金字塔 这张牌卡在你第一个 第二个月份 要学习的这个实际客气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你目前用这个方法 来处理这个A跟B 是没有问题的 OK 但是 如果你一直卡在现状的话 这个东西 就会让你的人生 一直停止在这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有部分的 这个母羊座 母羊座的朋友们 你的人生会因为 没有做这个选择 而卡在这里 OK 那另外一部分的 这个母羊座的朋友们 就有点像说 你看哦 你在这棺材里面 你都会跳出来了 你有点像是死而复生了 OK 所以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你在思考 怎么样做 我才不会 因为你不要忘了 你这边有抽到一个 这个骷髅头 你很害怕 就像这个 像这个木乃伊一样 你很害怕回到棺材里 就变成死路一条了 你就是真正活生生 被埋葬了 OK 所以这个决定 本来就不容易 所以我才会说 你这边有个保健室 OK 所以其中可能 有一个人会走 其中有一个人会留 但是可能会有一个人 伤心痛 OK 那来到这里呢 你就会很紧张 很害怕 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这样子 现在现阶段 到底该怎么做 对吧 OK 我到底该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你的双手 是放在你的胸前的 就跟这个 是一样的道理的 你不想做出选择 因为一做出选择 有可能就人头落地 甚至会让你就会变成是 一去不复返 好不好 所以你要能够在这个月份 所学习的 实际的人生的课题 就是说 你先不要紧张 你先放下你的担忧 你的决定 已经在这里拖了很久 没有急着 一定要在第二个月份 去很快的 就去把它做出一个抉择 但是 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件事情 可能不能再拖 OK 你如果一直逃避 你一直没有准备 好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就会一直 索困在这个棺材里 所以第二个月份 你人生实际要去学习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不能再躲了 你不能再逃了 你势必要来面对 不然你就永远只能躲回这个盒子里 你永远就只能困在这个状况里 OK 如果你想要 你的人生或这个状况 往下一个方向去前进 你势必得要做出一个选择 OK 你不可以顾骨之风 你不可以安慰你自己说 这样子很OK 这样子很可以 这个就是你人生要去学习的课题 那来到第三个月份的时候 你抽到的是全场二 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哦 你这边宝剑二 这边权杖二 这边还有一个Herafin 又是把胸前挡出来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有点像是在告诉你 你的纠结纠结再纠结呀 到第三个月份还在纠结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呢 你的这个状况 可能要到下一季 才会水落石出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OK 那这张全场二呢 你可以注意看哦 它是很多人在走来走去 这两个人就从中间插了出去 但是呢 这个人手上其实是有拿着一只匕首的 OK 这一只匕首呢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OK 我刚刚有跟你说了 你这边总共是保健室 来到这里再加一只匕首的话 它就变成是一个保健物 所以意思就是说 来到未来 我觉得你在学习的一个课题是 你很害怕被冠上不好的名号 你很害怕别人说你背叛 你很害怕人家说你忘恩负义 所以你很害怕去穿越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又会在第三个月 在这边卡住你 OK 然后呢 你又会在那边衡量 到底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 还是A跟B 各有利弊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选这个 那它就会说我怎么样 我如果选那个的话 它又会批判我怎么样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你是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 OK 我刚刚有跟讲 你是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 但是 你势必要去做出一个抉择 OK 所以在整个记录过程当中 你冲上这张牌卡 就是保健7 OK 这个保健7 从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又是保健7 好 来 这里我给你看 你的保健7 是验证你的保健7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OK 然后呢 我还想要告诉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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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 这边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注意看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应对的这两个人 都是圣杯7跟保健7 重复在出现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其中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在情感上 给你一个满足 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是能够在某些事情上面 给你智力的这种碰撞 所以说他可以给你劳力激荡 他可以给你这种 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说明 就是这种智慧的这种 就像我们这样讲好了 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斗嘴 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辩论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会激发你的成就感 也会觉得说 我跟这个人有很深刻的连结 所以这个A跟B呢 提供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人可能可以给你建议 这个人可能可以给你情绪的满足 OK 所以相对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很难抉择 但是他们两个人 又可以同时满足你这个条件 或他们这两个条件 可以同时为你做到 什么样的这个局面 OK 所以在这个整个进度过程当中 你的牌卡是一个保健期 OK 所以保健期通常象征的是说 这一盘棋即将就要开始了 OK 那我们下棋当然都是想赢不输 是不是这样说 但是下棋相对的也是来说 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一个选择 OK 你要赢对方 你要有策略 你要知道有些技巧 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这张保健期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你注意看 这个人是头上有一只保健 桌上插了两只 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季度过程当中 你要学习的实际课题 就是不要再逃避 把这两只保健 或是你很犹豫的这两只保健 就直接给它插在桌子上 OK 拿到台面上面来 仔细的去规划 去策划 去谋略 你到底要怎么样布局 把你的脑袋的这个清晰 拿出来 OK 你的脑袋呢 这边有一只保健 象征就是要清楚明确的一个方向 OK 那另外 这个A跟B 这两个人呢 会有两只保健在地板上 两只保健在抽屉 意思就是说 到时候 你拍板定案选择的时候 有一个人 或一个条件 会被你收起来 另外一个人 就是会被你丢下 所以 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要开始准备去做这个策略了 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拿到台面上面来了 那你准备好了没 这个就是你不能逃避 在这个月 你就是实际要去选择这么做 OK 好 这个也可以说 比如说 你要在现在的工作 或者是到国外去工作 或比如说 你要接受这个工作 或者是接受另外一份工作 好吧 来 那接下来 你的王牌 差点太快翻出来给你看了 就是 你的王牌呢 就是要告诉你 如果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跟挑战 或你需要建议 我们来听看看王牌 有什么话跟你讲 好吧 OK 你分别抽到的是死亡 跟女祭司 OK 这张牌卡非常有趣的 你已经重复抽到这样子 哭鲁头的这种死亡牌卡 就是已经出现了 这要是生 生头 缩头是一刀 生头也是一刀 这不是生就是死 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会跟你讲 你不成功变成人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的王牌就是在告诉你 这个生死 就是一线之间 OK 所以有些时候 你必须得冒一个险 你才知道说这样子走下去 这一场局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个局要怎么走 你得先为自己铺一条路 你要把自己铺一条深路 走出一条道路 走出一条水等路 还是你要把自己逼到死路一条 这个就是你在这个记录过程当中的 你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所以我会为什么 一开始就告诉你 一定要深思熟虑 要么就是活路 要么就是死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已经有点像是在已经开始在验证 我刚刚要告诉你的讯息了 虽然我们下半场有延伸牌卡解读的验证 OK 但这个已经在告诉你了 到底是左还是右 这个选择的时间要来的了 那来到这边是一个hypercystis 这个呢 相对的就是一个高等的这个祭司 女祭司 OK 这个女祭司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你要给自己一点点安静沉淀的时间 你必须在安静沉淀的时间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去看到你真正 我们这样讲吧 你才会真正去看到你内心在乎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心之所向是什么 你的感受对哪一个东西比较强烈 A跟B 哪个东西比较强烈 OK 还有一件事情呢 这个女祭司手上是有拿一串佛珠的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某部分的人 如果你觉得去庙里走走 你比较平静 你就去庙里走走 OK 或者是去教堂都可以 没有关系 这没有任何宗教的限制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一些宗教啦 这种灵性的这种东西 让你能够冷静下来 能够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你去做 这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另外这张王牌呢 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们呢 要请你能够拿出你内在的 这个智慧 OK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大人 我们当然AB都想要 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够 AB都想要的时候 你必须要拿出你的智慧 去做一个理智 明确性的一个筛选 OK 那女技师呢 其实通常呢 也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表露出来 所以他们要提醒你 在这个月份 虽然你好像在盘算 在计划 在准备做这个决定 你的表情控管要做好 不要让别人觉得说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东想西 你是不是露出马脚 你现在是不是在做一个抉择 他们说呢 这个东西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你只需要 如果真的有必要听别人建议 找一两个朋友 或一两个专业人士商量就好了 好吧 OK 所以呢 这个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打算 你要能够按耐得住 OK 好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会告诉你 在这个季度过程当中 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 建议 你可以考虑这两个 好吧 OK 因为有可能这几个方法 可以协助你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能够 我这样讲 比较清楚明晰的去看清楚 你所遇到的课题 OK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 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 我会利用宇宙验称牌卡 来说明各个月份的更多的细节 以及增结点 那我们也会来告诉米洋座 白洋座的朋友们各个月份 如果要解决问题 有哪些办法或者是步骤 以及你可能会遇到 内在跟外在的这种 内心跟外在现实的考验 还有守护天使要给你在每个月 有什么样的幸运小贴士 最后我们就会用美季的 这个天使跟宇宙传讯 来进行一个结尾 所以如果你也愿意加入到 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 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 就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你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 好吧 OK 所以呢 希望牡羊座的朋友们在这一季 我觉得深思熟虑慢慢来 不要自家快弄破瓦 我觉得这会对你在 更下一个季度的过程当中 去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我觉得你比较不会后悔 也比较不会那么鲁莽 好吧 OK 祝福你牡羊座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半场再见咯 拜拜